你好 你好 謝謝 謝謝 在兩岸關係越緊張的時候 越需要交流、溝通以及對話 大家都不希望貧窮站位 大家期待的是和平反應 我們剛剛一下飛機就要到兩個行程進行參訪 印象非常深刻 我們陽山港 這一次我們看到它第四期的工程 全面的智慧化 而且它的整個吞吐量 是全球第一 總共有4700多萬的貨櫃數 當然我們看到這些智慧化 不管是它的吊掛還有載戶車等等 全部都是無人駕駛 所以同樣的 我們也分享在台北市 我們也在推動公車全面的全面電動化 2030年希望我們達到 而且兩年內 我們也希望全面加裝ADS 也就是先進駕駛的房企 我想兩部城市針對創新開放以及突破 其實是有朝這個方向一致性的 是能推動的